第1149集 叶凡仗剑而行大步而来 以指弹剑体蒸蒸而鸣 剑气千换换 冷冽刺骨 剑光冲销而上 照亮了整片园子 园子入口处有十几名古生灵 一个个头生迷路脚 身负白银鳞片 长相怪异而猙獰 拦住他的去路 没有一个是弱者 都是从太古死人堆中 爬出来的狠角色 不然 怎能作为护卫 追随在神灵谷少主身旁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 有古生灵睁开神眼 射出自己的道源 上来就是致命一击 有的则张口吐出神珠 上来就炸开了 自毁秘宝 脸色冷酷 这是一群在海谷堆中 成长起来的古生物 全都有一往无前的气势 抱着与敌接济的决心 杀上前来 噗的一声 叶凡一剑灰处 极端时空 将神眼道源抛开 向前一挑 眼洞炸开 鲜血冲出很远 当场结束性命 而后 他顺势以此 那颗炸开的神珠成为飞灰 所有神力揭灭了 剑体向前冲去 盯入其眉心中 鲜血咕咕 尸体倒落 十几名古生物 冷如冰角 并无距影 向前扑杀 汉不畏死 或身聚爪 或口吐盗兵 一同对抗大敌 叶凡弹剑 寒光碰面 如一挂天河 淹没了此地 他一步尸杀 无情出手 一名太古生物 被斩断 半边身子飞起 带着大片的血化 被一箭洞穿 一名太古生物的胸膛 先是凹陷 而后浑身骨头炸开 白骨茶与血肉 似飞了出去 铁剑一扫 光芒斥力 将七八名太古生物 全部拦腰斩断 鲜血如喷茧 染红了草木 血雾腾腾 啪的一声 叶凡反手一撩 将身后的一名 太古生物的天灵盖 啪的一声跳飞 一道沾染着血丝的白色脑浆 撑起 死是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一名堪比教主的古生灵 年岁不小 上来就是最强一击 但是却依然挡不住 叶凡的绝世锋芒 以剑毙命 铁剑展开他的古兵 毁掉了他的道鸡 劈掉了他的头颅 带着一长篡血花 飞落在园子中 滚到前方那些人的进前 陈元 柳云杰 孔灵华 谢思元等 全都变色 南陵的几位明珠 也都笑颜僵住了 这个男子简直如魔神一样 只身独剑 杀了过来 没有人拖住他半步 当中 不乏仙台二层天的强大古生灵 经过血的洗礼 但依然如同土鸡一样 被斩掉性命 鲜血淋漓 现在无需介绍 任谁都知道 是人族圣体杀来了 眼前的南陵 俊燕与明珠 无论身为妖族 还是人族 都是神色一致 即便在场 都为眼高于鼎的人物 对这尊沙神 还是充满了敬畏 最近 都是关于他的传说 刚才还在大肆议论 甚至有人轻视于抨击叶凡 但是 真正见到 却没有一个人 敢不敬 接身体发僵 叶凡一怒之下 率数万铁骑 凭了荒谷世家 这等惊天动地的大事 谁人不知 哪个不小呢 在场的人都有家族 且都在南陵 谁不心虚 南陵四大天女之一的 无非还算平静 牟子中 虽然有光流动 但是始终安宁自若 并无慌乱 谢思远 陈元就不是那么镇静了 刚才可是抨击过 人族圣体 此时浑身不自在 心中发虚 几位南陵明珠 有人稳定情绪 露出 奄然笑容 向前望来 尽量保持 优雅与迷人之姿 没有子天都 溃然不动 没有意思表示 盘坐在 芳草地上的 白玉桌后 浑身有 晶莹紫光 弥漫 眼神很冷 如刀子一样 不得一声 当最后几名 强大的太古生灵 冲上去时 叶凡横推铁剑 向前压去 如泰山崩坏 前方最强大的几人 全都大叫 铁剑之光 赤圣横断天地 将他们全部斩断 叶凡一剑而行 一指弹在剑体上 睁睁而鸣 沙发之音震耳 一步燃血 大步进入园中 再无一人赶足 现场鸦雀无声 当今所有人 都在谈论 人族圣体如何 只有真正面对时 才会感受到 那种压力 南陵几位俊艳 都不出声了 再也没有了 刚才支点江山池的 意气风发 前方 那个年轻男子 手持鲜血淋漓的铁剑 让他们感受到了 巨大的压力 繁铁剑很粗重 身材修长 与强健 一身轻衣 展动脸色平和 但却有射人心魄的气势 看起来很清秀 但却如军临天下的霸主 让人要窒息 叶凡站在园中 让刚才还很热烈的气氛 一下子降低到了冰点 所有人都有压力 叶凡抖手 将铁剑扔在了地上 插入一块磐石上 一阵颤抖 鲜血倘落 触目惊心 紫天都 你不是为我而来吗 真是辛苦你了 不然我要去东荒杀你呢 凭尽而自然的话语 却让园中的温度极昼下降 叶凡说得很随意 但是却透出了强大的自信 你以为可以震杀我 紫天都站起身来 遗传自太古王族的血脉 让他高大雄伟 同时英雾无比 如一尊紫天王一样 如果连你都杀不了 如何有当事无敌那一天 叶凡背负双手 面对一尊太古王族中的少主 根本就没有如临大敌似的样子 后方 无论是男领天女的无非 还是另外几位明珠 都是神色异动 有神华流转 陈元 柳云杰 孔灵华 谢思远 全都神色一阵 更加感觉到了 那股将要窒息的压力 他们似乎已看到了一幅画面 数百上千年后 人族圣体大成 君临天下 压得他们这代人 压得五欲 所有人金若寒蝉 整片天下都失去了声音 一道冷横传来 两名年老的古生灵 突兀的出现 浑身间密布子林 让人悚然 无比的甚人 大言不惭 就是古皇的血脉 也不一定敢这样说 你一个人族圣体 算得了什么 我族沉睡太久 被人给遗忘了 你再怎么强大 也不过是人族中的一种体质而已 不过是挖狗耳 两个年老的生灵一起向前扑杀 这是要立刻施展下马威 打掉叶凡所有的信心与信念 他们身体暴涨 如两头史前的囚龙一样 挣扎可怕 林甲三森 以身体穿透虚空 叶凡背负一只手 只挥出了右拳 顿时金色血气滔天 灌满了园子 轰塌天地 六道轮回拳 勇猛无边 一往无前 仅此一拳出去 什么法宝 什么信念 什么战器 全部被粉碎 两个古生灵很强大 正常来战的话 叶凡也要花费一番手脚 但是此时集中精气神的 至强一击打出 效果完全不同了 噗的一声 这两名老生灵被打成了十几块 骨头与残体碎块四射 化成血雾 崩散天地间 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紫天都都瞳孔收缩 满头发丝飞舞了起来 浑身充盈紫芒 众人倒戏冷气 这可是两位古生灵 可是呢 在圣体面前什么都不是 连一拳都没有挡住 被粉碎 以真空中 此时黄金战气弥漫 圣体的力量在汹涌 将整座园子都给淹没了 叶凡逼使前方 一步一步走来 此时 历天出现了 都站在园子的出口 挡住了所有人的路 一脸的邪窍 而燕依稀则是另一种气质 白衣替堂飘逸出神 祖在后园挡住了去路 紫天都终于出手了 神族的圣体 我正要找你 自己送上门来 没什么可说的 杀 黄金战气垂